巴基斯坦旁哲普州首府拉荷尔再传出疑似炸弹袭击 一辆原本应该再送水果的裸里 星期一晚装满炸药停放在一旁 之后突然被引爆 导致至少22人受轻重伤 强大的爆炸威力摧毁附近的建筑物 砖墙门窗应声倒下 大批民众来不及逃生 全被压在瓦里堆下 救援团队赶到现场展开搜救行动 目前已经将寻获的伤者送往医院治疗 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 不过由于塔利班恐怖组织 近年来不断在全国多个地方发动炸弹袭击 因此当局不排除 这起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明镜与点点栏目